Hello大家,今天在聊这支包包之前呢 先聊一下前几天在微信里面看到关于爱马仕的一段信息 在应染时,独家工艺让爱马仕的皮革从里到外染色均匀 染料中也常会添加一些植物原料 而因植物的生长环境、水分和气候都有变化 所以很多特殊颜色一经生产极为限量 无法再进行复刻了 所以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会觉得 我们之前经常说的绝版色 可能我们之前还在纳闷 为什么会有绝版色出现 那及时让厂家去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另外呢就会遇到一些special order 有一些颜色自己很想要 但是这个年份不能选 以及在之前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包包它没有了钥匙锁的组件 所以没有了皮革铃铛 没有了那个小皮具那一套 在送回法国补充这些附件的时候 付费去补充的时候 也会收到一些免责 就是说这样的颜色没有办法做到一模一样 所以在结合这段话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就了解了原来颜色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复刻 那么容易复制的 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来说 好像每一个年份的季节色 都是有限量的成分 就好像这只包包 那猜测它是2011年的5V 色号是5V 在国内被叫做玫瑰木粉 所以说是一种粉色 好像大家看起来会像一种暗红色 本身这个颜色所传递的信息 有紫色的成分 又有粉色的成分 然后也会有一些像巧克力色这样的成分 工匠们在实现这个颜色的时候 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的是 这个颜色在市场上真的非常非常少 这个颜色本身是偏暗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 也会觉得还是挺显白的 肤色白的女生来用它 没有问题 这个呢是一个国金35 它在5V玫瑰木粉的基础上 搭配了银扣 它的皮革采用了TC皮 聊到TC皮不得不多说几句 有一些颜色它在用Togo和用TC的时候 颜色的显色是不太一样的 Togo皮比TC皮它的颗粒更小 深度也会更深一些 所以在做完颜色之后 整体的呈现和TC皮还是有些不同的 细心的朋友们可能也会发现 颜色在不同皮质上的呈现不同 比如说像Togo皮上的小肌黄 和Swift皮上的小肌黄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同的 这只TC皮的国金35在上手时的质感还是很好的 这种质感这种皮革给我们的反馈 跟它的重量分量不无关系 TC皮搭配这样略暗一点的颜色 再加上了银色的五金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这只包 这只包包虽说是一个常规款的国金35而已 但是聊起来好像还是有很多可以聊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限量的颜色 这个包它的整体的包型也要跟大家聊一下 它的附件会有钥匙锁 但是没有了防尘袋了 这个包的包型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没有放置任何的填充的时候 会有一点软对不对 会有一点软 然后呢这个位置大家看到背面的这个位置 如果大家平时在使用时呢让它支撑起来 让它向里一些 那可能会更笔挺一些啊 如果让它向外的话呢 就会觉得略微的有点塌了 这种塌是不是大家所希望的那种皮革 在使用中逐渐变软的那种塌 为什么在包的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变形 我们看到它的龙骨其实并没有丧失它的支撑能力 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把手放到它的内侧口袋的时候就知道了 这边呢其实是口袋的一侧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会发现它的支撑除了龙骨在支撑之外呢 在它逐渐的变软的过程中 它里面的包袋 因为侧带它是由多层皮革来制成的 这样的多层皮革也会给它向上的支撑力 这里的变形呢也让我想到了身后的这支 因为它是几皮的包包嘛 本身它的皮革就没有太多向上的力量 真正的向上支撑的力量呢 用到了它里面的这个口袋所用的皮革 通过这个包包好像让我们更加了解了 薄金包它的包型的变化的过程 2011年的包包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不得不让我们感叹爱马仕的包包 真的是经久耐用啊 整体来说它的边角磨损并不明显 唯一可能需要说的就是它的正面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会有一点点小脱色啊 怀疑是比如说酒精啊 或者让它的颜色消失了一些 背面除了这里的变形之外呢 好像没有特别要说明的 尤其是它的手柄的橙色让我很感动啊 我会觉得这样的手柄应该是在保护之下去使用的 边油和手柄内侧都没有看到有污染啊 或者有太多的什么消耗 这支包包的五金呢也没有太多过分的划痕 正常的一些使用痕迹 包括底钉也并没有会觉得消耗了很多啊 相比外部来说内部可能会略微的严重一点点 主要是压痕并没有缺色划痕或者划伤 它的边油消耗以及缝线的消耗也没有太多要说明的 整体来说大概在九成心到九五成心这样的一个橙色 如果要保存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给它加上填充 有必要的情况下盖好盖子 让它恢复包型 在盖好盖子之后可以这样立起来放 让它的包身能够有一定的休息的时间 话说大家会喜欢更加笔挺的包包呢 还是像这样就让它逐渐的变化吧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